嘉欣, 我一向都對他的拍檔 Bosco很有信心 黎聰讓我知道了 以本商人是可以的 拍檔 是 你覺得有時我們吃一頓飯的感覺 就像看了一部電影一樣 由他的頭盤、主菜到他的甜品 喜怒哀樂, 甜酸苦辣 所以這一回合 兩組拍檔會用他們的廚藝 呈現給評判你們 以及電視前的你們 他們想說的故事 故事 四周, 主題故事, おまかせ 開火 現在就做個羅宋湯 平時可以不用切 不過因為今天我們的時間不夠 我們就要用高壓的鍋 切碎一點, 味道會出一點 我們先炒一炒牛 壓力鍋煮熬湯 快多少? 快兩倍 對, 二十分鐘已經煮好了 阿力鍋煮熬湯 我們的頭盤、大盤、甜品 都是茶餐廳很適合力嘗的菜式 然後我們把它化了 先切大紙 切薄片是想… 一口羅宋湯有少許大紙 不是整塊的 切粒的咬口會變成雜碎一樣 這個也是一道冰的菜式, 所以不能切粒 現在把牛油果蓋肉 然後壓性溶 牛油果在裡面是做什麼的? 用來放前菜做底 因為想有一點點酸酸的質感 加少許檸檬汁是不一樣的 我聽說, 把牛油果倆不斷對折 傳說是不變黑的, 是真的嗎? 這個方法我沒試過, 但我聽過 但我聽過, 如果用不完 保持有核的那邊 有核的那邊就沒事, 沒有核的那邊就有事 青瓜切粒的 我們會放在頭盤上 因為如果只是牛油果的話 這樣很忌廉, 沒了口感 我要它有一種清新的口味 所以就有一個… 清瓜粒在裡面咬 因為喝飲的時候 又會經常吃到帶子 如果這樣炒帶子, 我就覺得 如果今天可以做多一點點東西 用了白蘆筍, 再把它變成醬汁 再配合在帶子上 加了蘆筍、雞湯、忌廉 還有我們加了麵糰 麵糰其實是西餐很多時候 用來推汁水、推芡的用法 加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破壁 它一直打的時候, 一邊加熱 它就會慢慢… 漫和了那些蘆筍 其實煮完出來, 再隔一隔 它的渣就影響了一個質感 這面勝算比較大一點 暫時這樣看來 加恩這邊, 波士庫這邊 我覺得給我的信心會大一點 因為他們是酒店式的做 但是這邊最給我期待 就是它用很普通的東西做到法國式 如果它做得到法國式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它贏面也高 當然要加冰 對, 這個要助燉蕃茄汁 蕃茄汁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羅宋湯汁 把它打爛了, 然後冷凍 現在鋪底, 牛油果底妝的命脈 是來自青瓜 青瓜很重要 沒有青瓜… 對, 芥末是藍身 對 然後牛油果是滑滑滑滑滑的 湯是液體的 差點脆的口感就來自青瓜 所以我說要青瓜調多 而且我覺得這樣配合 我自己也沒試過 可以嗎 因為待會兒我們還要回鍋 所以現在就不要煎那麼熟 現在在炒露筍半碟的邊 拿這個鋪滑滑滑著帶子 蒜蓉炒 其實蒜蓉稍微加一點味道 因為最主要是吃的帶子 是用白蘆筍汁 對 是嗎? 然後砌蘆筍 冰冰冰 冰冰冰 好, 你這樣定, 就給你了 這是蝦油 這是一個蔥油 因為這個醬汁本身是用蔬菜打出來 要加一點油才會令它好吃 調起味道, 還是沒那麼掛 然後我就煎帶子 好 把牛油灰在帶子上 是想包著它, 讓它整個面上吸油 可以封住它, 讓它不要出那麼多水分 最後一刻就是放帶子 然後還有手指檸檬 讓它有一點…調起一點酸的味道 謝謝 各位評判, 你對它們能否呈現 這個法式冰室呢? 有沒有信心呢? 我很期待看它做的法式牛 如何法式法 我剛剛想問一下 是什麼東西令它變成了法式呢? 我們現在正在慢煮牛 這邊做什麼呢? 現在做乾炒鵝汁 這個鵝汁是想學的, 不是說笑的 這是什麼汁? 這是瑞士汁 對, 老抽, 生抽, 味淋, 這次真是法式 我們不是平日要爆炒的 所以我要帶一點甜味 隨時就帶一點甜味 我們去飲宴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吃到鮑魚 所以我們也想起 會不會有鮑魚的元素 所以這次會特別一點 就是想偏向拱式 所以就會有避風塘 這是我用了很多日式師傅會做的辦法 因為昆布加上蘿蔔去蒸 那個化學反應會令鮑魚很快淋 而且淋得感覺有點像棉花糖一樣 把它蒸了之後才洗, 就會比較容易洗 因為我上次第一次試洗鮑魚的時候 原來太粗魯, 洗爛了鮑魚 所以我決定要細心一點 其實我覺得如果煮食 你慢慢用心去煮 如果煮得很漂亮, 你自己也會很開心 你洗什麼? 洗鮑魚, 刺哥 鮑魚洗沙可以 乾淨一點好不好? 旁邊的油… 這些不用洗嗎? 那些很薄, 這些很薄, 對 嘴巴、腸沒有沙 這些 對, 而且底部沒有沙 因為鮑魚是納著岩石 在海藻, 滿了海藻 它就會黏著海藻 所以我們在外國 跟鮑魚撈出去做鮑魚 你刺得乾乾淨淨, 罵你 不要… 那些才是最有益的 我洗到白痴痴 現在在切的是比乾炒牛河的 中間的九黃、青蔥 我們將配料分開 就是牛河粉 一個是濕河, 一個是乾河 所以大家可以吃到兩種不同的口味 肉眼的油脂分佈比較好 還有肉質, 我比較喜歡用的一部分 現在是我們建議吃的最好的乘數 五成左右 好, 打濃了醬汁之後 讓它可以上一上面 我們只是浸, 因為這是米皮 所以我們炒它會破 而且我們不能弄破 因為我們用來包著牛肉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把原材料分開, 放出來 好像一個法式般擺盤 那些是不是叫什麼? 分子料理 是 你吃到那種味道 還沒能夠讓你幻想到的乾酬河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就成功了 我們要再吃完 什麼事用來吃一下 我們要whelming 我們要吃完 然後就吃到這份 我們他們要吃的 餡料理, 你要吃個牛肉 我們也要吃到這份 我們要吃個牛肉 可以包嗎? 可以, 可以翻 我看到了 真是包 你這個粉是不是天婦羅粉? 不是 脆漿 就是普通脆漿 對, 不過要加蛋黃 蛋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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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得真的像粉末 對 皮會薄一點 而且這個漿可以拉長久一點 放久也會更脆 這次加了炸瑤柱, 蒜蓉米 少許輕微的辣 現在這個鮑魚, 最後拌勻… 對, 我們剛才的避風糖 避風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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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把它弄成… 有些香味供出來了 灑上去也不怕 我看到兩組真的有拍檔廚房的感覺 他們開始有默契 雞蛋, 現在是做西多士了 我們現在分開蛋黃、蛋白 因為蛋白會打得起鈴鐺 我看到這裡也要讚, 對嗎? 這麼合拍的? 可以嗎… 當然可以 這個拍檔廚房的表現出來了 首先你放些什麼? 糖 因為要分三次放會比較好 看它那邊, 用機發完又要用人手發 因為用機發, 我覺得它的密度不太好 始終要用人手打一打, 會更好看 我看過是不是發完後 要放在頭頂上不掉下來 你想嘗嗎 不… 打到它剛起的勾, 不掉下來就對了 分開的蛋黃蛋白是好的 因為我們這次的西多士 這個西多士會點蛋黃, 煎上去 而且頂上要做梳乎尼, 所以一定要有厚度 我以為你用麵包來滑空 用麵包來裝東西, 原來不是 我們也會裝, 但本來是我們滑空的 但因為我們要焦糖化, 所以不能滑空 好… 我現在焗的梳乎尼頂 這個梳乎尼頂, 最好跟西多士一樣大 焗多少分鐘? 四分鐘… 我們現在煎西多士了 其實最好是中火, 少一點點 中嗎? 中 很快而已 陳太太說還沒感覺到你們的香 接下來的, 接下來 又煎嗎? 不是, 普通人只要得了 為什麼我們這次會用這款 是台灣的芭樂呢? 就是因為我們喜歡它的顏色 裡面是粉紅色 始終我覺得婚宴要做這個主題的話 都想它有一點粉紅色 好像開心一點 最後一樣的甜品 就是這次會用楊枝錦露 因為楊枝錦露也是香港人很喜歡吃的甜品 但是這次就加了一個芭樂 加了少許乳酸 味道出來的效果又會有些不同 我在這裡做芭樂的糖水底 剛才切了水果 我加了一些奶、乳酸 還有少許乳酸的肉 我會把甜品拿到冰箱那裡冰 稍後就加上裡面的粒粒就行了 現在我們把砂糖放在上面 因為我想焦糖化它 已經在流口水了 我幫你把香味傳過去給評判 讓他們感覺到那股香味 先來評判, 你們聞不聞到那股香味 過來吧, 甜品看到就想吃了 很期待, 兩邊都想嘗試 很漂亮 這是梳芙梨嗎? 是 梳芙梨是否跟這個放在一起? 沒錯 那一盒倒掉怎麼辦? 不會 為什麼會不倒掉? 不會倒 它是不倒梳芙梨? 是 怎樣令梳芙梨不倒掉呢? 這塊不要太熱了 因為我們還會擠一個牛油 還有一塊花生醬汁在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焗過梳芙梨 很快就打 這個我也有點責任 本來應該是醬汽 今天那一筆東西我是… 我不接受那一筆東西 不過沒辦法, 已經太趕 不然我會做過, 但真的太趕 幸好Esther突然打出金箔 去教授電視 我現在放些西米, 做一個平底 因為如果西米浸太久 始終有很多乳酸在裡面 會變得很固執 我們就這樣煮好, 用來沖涼 然後我們會放些爆豬 讓它有… 畢竟是多於口感 對, 不同的口感 好, 盡度良好 火八姐, 這個很有以前的… 童年回憶 你的童年回憶 對, 我的童年回憶 然後有一點點材料 這些材料是紅桑子乾 還有加一點海鹽 因為糖水釣一點海鹽 其實會有… 鮮一點 鮮一點, 味道複雜一點 好, 完成 加恩、Bosco, 請將你們的故事 美美道來 一開始我們構思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你小時候吃的菜 我很少吃家人煮給我的食物 在我的印象中, 確實缺少了這件事 但是我發覺小時候 也有一些很開心的時刻 就是我很喜歡去喝 我喜歡去喝宴, 每次都很期待 在跟Bosco談談的時候 就說我們可否用這個飲宴 然後可否加一些拱式的味道 可能將來我的餐可以煮這個 好, 就這樣說 如果不用給人情, 我也很喜歡喝 要不要給人情, 我也會去喝 好… 我會努力的 黎總, 是… Esther, 你們的故事是怎樣的 我小時候在屋邨長大 我小時候最懷念的就是冰室 雖然好像不太好吃 但我到今天, 夠不夠也會去吃 我覺得那是一種宜時的回憶 是 Esther就是法國學廚 她會想起學廚很多辛酸的東西 但她現在想起, 雖然是辛酸, 但開心 等於我這樣 雖然不好吃, 但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很想嘗試呈現 就是把冰室裡的很普通的東西 是一個很漂亮的表現出來的 那是法國… 法國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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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了白露筍汁和白露筍 上面有一些手枝檸檬 就是中和牛油煎帶子 本身的味道 我們吃的時候, 多點點白露筍汁 我們在飲宴裡經常吃到鮑魚 用昆布蒸鮑魚 然後再炸, 令外面脆, 裡面又軟 然後再加了避風糖 這個避風糖跟外面的避風糖 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我加了瑤柱、蒜蓉 還有一點麵包糠去炸 這個糖水除了放進去 加了一些乳酸 還有加了爆豬、西米 那些材料是紅桑籽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感 那究竟影評是怎樣的呢? 不如請評判 將他們的影評美美道來, 好嗎? 好 第一位影評人 在佳欣棟, 鮑魚我覺得要蒸久一點 如果我做的話, 起碼是二十分鐘以上 蒸淋鮑魚, 再炸鮑魚會比較濃郁 我帶漏了一些東西 是呀, 我生氣它 蘿蔔是用來蒸鮑魚的時候 讓鮑魚更加軟 還有鮑骨一起蒸 是的, 但我很不小心帶漏了 這次它燒進去的避風塘 如果再加一點生蒜蓉再爆 還會更加香 現在也做得很香 帶子我覺得配檸檬魚子很搭配 帶子和露筍我覺得很棒 好吃, 很搭配的味道 有幸福感 真的像一個婚宴裡吃到的那種愛情的味道 特別後面再加一腳 就是這個粉紅乳酸甘露 我已經幾十歲了 好像回到一個少女吃一些東西 很開心 吃到自己覺得好像進入童話世界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好, 那個故事很好 因為我們很想把小時候的情懷高級化 所以會變成帶子、牛油果、青瓜 和鱸菜湯 你們可以混在一起吃 乾炒牛河 你們左邊有濕炒牛河 右邊就是乾炒牛河 中間加了洋蔥、青蔥、九黃、銀牙 銀牙 你們拌勻一起, 和牛肉一起吃 好了, 甜品到了 這就是法蘭西焦糖多芙里西多士 有不同的口感 其實中間就是精髓 牛油的花生醬 大家可以嘗嘗 一定要點這個醬來吃 泥總和Aster回到 我也有點擔心的初時 但是一做出來, 有點驚喜 還有內蔥湯也熬得挺香 再加薄切帶子、三文字之內 就能取出鮮味 我吃到青瓜和牛油是很合格的 這是一絕 其實還沒吃之前 我看過茶餐廳的菜式 就覺得很想嘗嘗… 但是來到不是我想的那樣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 超越了我想的 乾炒牛殼更加特別 有這樣的混合 我沒見過, 也沒試過 我覺得那個焦糖西多士 我覺得底部加一點醬汁會好 你用一點焦糖汁才放進去 多士更香脆 或者用芒果汁加進去 因為兩道菜都乾口 你吃過那個甜品又是這麼乾 就覺得不太舒服 如果有點濕 加一點醬汁就吃得一流 西多士的蛋漿可以吸收長時間 令它中間濕一點, 不用那麼乾 其實兩道菜都真的很好 在這種環境下, 做到這個水平 我覺得你真是抵賺 厲害 兩道好戲 是 高度評語 我們聽完評語, 兩道都是好戲 到了給卡的時候 先說回頭三回合 是嘉欣和Bosco這組領先 是 給卡後, 究竟形勢會怎樣呢 到底哪一邊可以出線呢 評分準則 每位評判根據三張卡評分 擺盤一分, 創意一分, 味道兩分 四位評判加起來, 合共最高十六分 最後四個回合累積 分數高的一組出線 先給卡, エスター那組 四位評判請給分 三、二、一 三張卡, 三張卡, 兩張卡, 兩張卡 已經非常高分 接著到嘉欣和Bosco這組 四位評判請給分 三張卡, 兩張卡, 兩張卡, 兩張卡 感覺好像很差不多 很差不多 四位評判四回合的比賽 結果已經在我手上了 最後 是 兩隊其實只是一分之差 到底哪一隊可以出線 是高了一分呢? 第四回合主題故事, 老媽家姐 嘉欣和Bosco有10分, 總分36分 樂意和Astar有14分, 總分35分 就是嘉欣那組出線 辛苦你們了 幸好, 兩人願意問 我覺得他不應該有這樣的技巧 他能做到這件事, 但他能做到 其實你問我, 每道菜都有一點失誤 梳乎你又踏了, 很多 所以你問我, 佳欣今天贏 我看他們今天很完整地完成了 而我們真的有很多小失誤 但你問我, 小失誤 反而令我們下一次更加成長 我覺得沒所謂, 不是贏就輸 辛苦你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另外兩隊了 對, 另外兩隊 下個星期跟大家一起見, 謝謝 你想說嗎? 我想說什麼? 我一說就囂張了, 好嗎? 好… 我們低一點… 黎祖, 別不找我拍綜藝 雖然我贏了你 僥幸而已 應該是, 這樣 對 我今天不夠精神, 像小孩子 對, 你先來一次, 下次不會了 我覺得…我是大開眼界 我試吃試吃到有一點感動樓梯 為什麼你經常有得試吃? 為什麼我這麼久只吃得這麼少? 你在哪裡拿到他們的食材來吃? 賺吃…你要賺才有得吃 不是, 別人給你吃 我們只是做主持, 不是嘉賓 我從頭到尾不停流口水全部 但是看你不知道從哪裡走出來 口有心滿東西 對, 從哪裡走出來 很心滿東西 找吧… 找吧… 好厲害 但是為什麼我找呢? 因為真的很感動 它的食物真的做得很好吃, 很專業 我們很便宜